因为这个时区的关系 中国已经进入7月6号 我们知道很快就能看到一场 中美之间在贸易上发生的火场 今天白天 不一定会很热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商务部 以及其他一些发言人 各个部门做出的一些承诺 归根到底就是第一句 就是一句话 坚决不打第一枪 要换算成大清发言人的口吻 大约就是 不可信自我开 那么这会儿呢 国人还在沉睡 美国那边呢 估计还在喝着下午茶 北京 有可能会通宵 行政部门可能会彻夜不眠 这个世界 从发生到现在已经有几个月 中间有了很多转折 但是主基调没有变 这一段时间呢 许多人不停地在通击着 中国政府的一些行为 我们也知道 三百年前 顾炎武先生就已经把国和政权 给我们分得很清楚 那么到了今天 还有不少国人 或者说 还能够使用 中文发声的 这么一些人 其中包括了很多外民 他们口口声声呢 喊着爱国 他们是爱的是谁的国呢 谁也不知道 甚至有一些人 我们连他的国籍 也不能确定 还有一些 换了国籍 或者预备换国籍的人 给我们展现出一种 精神病患者 在治疗期间内 才能发出的那种 独特的声音 他们试图 要告诉世人 他们比正常人还正常 我看了一些 文章 看了一些视频 我觉得 吵架呢 其实没什么用 最好的办法 还是把国和政权 重新再厘清一遍 最近我可能会花 一两个月的时间 出一个视频 今天是开始的第一集 他的名字叫做 认识中国 认清中国 我把大纲已经发在 YouTube和这个 推特上 那么如果有观众 愿意添加一些 他们所喜爱的栏目 我觉得完全可以 给我留言 我只是解说一些 我自己 能够把握得住的话题 有一些可能过于敏感 或者过于深奥 我能力所达不到的 我可能就 不一一回复了 我先打个招 道个歉 那么今天我要 讲清楚第一点 开篇的第一点 就是告诉 大家 我演出的中国 什么叫中国 中国是什么 这个标题是 何之为中国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 它通常都是由四个部分 国土 国土 国民 文化 和政权 这应该算是我们 理解的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的这个 版图 继承的是大清 因为在清以前 没有明确的条文 来划分中国 与周边国家的 边界关系 那么至于谈到国民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 普查的统计 中国 大约是13亿 那么其中有12亿 是汉人 一亿多 是少数民族 从我们已知的 考古资料上来看 现在中国居住的汉人 他主要来源于 龙口文化 那么60%到70% 从DNA上来检测 可以推算到 5000年前左右的 龙三文化的 直席船 龙三文化可能 大家不是很清楚 但是它有一个 很著名的代表 叫淡壳桃 黑桃 在黄土烧制的过程中 不上钮 完全通过盛碳的办法 是淘气发出 黑亮的光子 而且 很薄 现代工艺都很难模仿 中国人呢 经历了很多苦难 史料记载中 东汉末年 汉人 大概有六千万 那么经过战乱 到西境统一的时候 大约 是七百七十万 随之而来的是 八王之乱 五湖乱滑 汉人 总数 竟然下降到 四百万 我们今天的十二亿汉人 基本上 都是从这四百万人 慢慢的繁衍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